在这个地方渐变也是重点 渐变就是物件的渐变 那例如说讲最简单的渐变 我觉得这范例一点都不好 就是一个矩形 然后变成一个 例如说心形好了 这样子一个变化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那怎么样变 那你就用这个工具 这个渐变工具 点一下它 再点一下它 你看这是不是中间产生一个渐变 我觉得这样子的内容一点都不重要 因为你不可能用中间这一个 好 假设你今天你要做那个 100个圆点都排得整整齐齐 这个时候渐变工具就很棒 所以我们来教你这件事 这两个圆圈圈 两个圆圈圈 然后中间产生渐变 第一个圆圈圈 假设我们先换好 接下来呢 Auto键按住 Shift键按住 是不是可以 Auto键按住好了 最好是出现那个绿色线 出现绿色线代表说它是一个水平的 在接下来 如果你拉得越远 它会自动创作中间的过程 所以在这个地方点第一个 然后点最后一个 它是不是就自动帮你创造出来了 但是您这个时候不可以用Auto键哦 这样子创作其实接下来的键变会失败 这绝对不是你要的 知道吗 好 所以键变很简单 这个时候应该要先把它滑鼠右键 有一个叫做展开 我们先选到这个东西 然后物键底下展开 全部都勾选就对了 确定 这样就把它各自独立 这个时候Auto键按住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去做的渐变 才会是你所想要的 刚刚那件事还没有展开 什么叫没有展开 等一下你做 我再告诉你原因 请你至少做很多很多个原点 透过渐变工具去做这件事 是很方便很方便的 到很少人在做那个什么心形变圆形 然后中间假装变很多个都没有什么意义 好 那刚刚为什么要展开 这个过程是指说 假设我今天有十个圆圈圈 然后这十个圆圈圈呢 如何去把它 就是本来它其实是两个圆圈圈 跟一条直线 本来是这样子 一展开之后 它就变十个圆圈圈 也就是说 没有展开之前 它是渐变 渐变就是两个圆圈跟一条直线 就跟一个路径 跟一条直线 你会说